言说都无实意 全论事件之火 乃众生行其本业之夜报而发现者 注意这个在这里要特别注意 有的人一辈子感应出来的 发生好几次火灾 发生好几次火灾 有的会被烧死 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碰到火灾 因为每个人也不一样 每个人也不一样 大体上常常起称恨心的人 下辈子感应火的力道会更大 内火引外火 所以我们这个内势大 修学福道这个地水火风 通通要控制 迎新众的人会感应大水 称心众的人会感应大火 他的果报会在第一 所以后面有十十因六交报 就会讲得更清楚 任言经的里面所谓的下策 十七因六交报 所以他这个因一种下去以后 后面的果就一直出来 所以有的人 夜暴现前会被水淹死 有的人夜暴现前会被地震震死压垮 地大起变化 有的人水大起变化 来淹死了 对不对 有的人火大起变化 被火烧死了 有的人被季风吹了 吹走了 死掉了 所以这个地水火风空 如果变成一种业力的话 强大的业力 他的果报也会死在地水火风空 因为他没有转成 如来藏性的 自在的地水火风 所以地大其实本来如来藏性 可是众生是行业而来的 行业而来的 就必须死在这五种果报 要不然就是河 要不然就是梨 要不然单一的地水火风死 要不然就是河河 要不然就是分散 一样都是地水火风空 这样子在交互的生起 城市坏空又灭掉 生起城市坏空又灭掉 实在是没有生 所以这个上昌是很公平的 上昌是很公平的 因此如果我们要面对死亡的时候 内心自己要有健康的心态 我们设置这个地球的养分 我们死的时候 来自于生命 来自于城 来自于大地 我们现在死亡了 回归大地 有的人死亡以后 把这个骨灰火化 就种树啊 种草啊 还蛮有环保的观念 蛮有环保的观念 为什么这就是变化而已 没有真正的生 也没有真正的死 虚妄生 虚妄的老 虚妄的病 虚妄的死 为什么通通加一个虚妄 没有了 人老了会长皱纹 你合成什么时候 如来藏性 看到如来藏性起皱纹 如来藏性起皱纹的时候 是什么 是烦恼 烦恼是如来藏性的皱纹 你知道吗 烦恼就是如来藏性的皱纹 所以佛陀就是最美的化妆师 对不对 我们的化妆师 帮你画眉毛啊 还有剪剪剪剪剪剪 还有柳眉 有的人画错了 画成粗眉 有的人画错了 画成两只翅膀 对不对 可是到老的时候 你怎么画 到老的时候 我们地大起变化 两个皮啊 像沙皮狗一样 下去 真的啊 地心引力啊 是不是啊 所以有的人常这样 抹上颅异 一直抗拒地心引力 你知道吗 抗拒地心引力啊 回去的时候 肚子稍微大一点 打得拼拼拼拼 为什么 抗拒地心引力啊 地心引力往下偷 他就往上打 还打得通通知识啊 整天都在抗拒地心引力 到最后也是老啊 也是病啊 也是老化啦 到最后就是 没有牙齿的恶 所以这个时间其实 很公平的 你说哪里不公平 其实就是很公平 一年果报 逃不掉的 是夜阴 夜炎 夜果 你看这一年果中 前面还加一个夜 这就是公平啊 夜就是全世界 最公平的东西啊 啊 一天坑 Вс yoga sera 越来越来越啦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了 越南越